一头东方航天猛港 我们还要把长榻化和国际化这个工作 做得更好一些 我们明年还有四次发射任务在海上 我们设想到在运动故障中 情境当中进行发射 停下来了以后 三个小时我们就能打出去 不愿意这么繁琐 那么一天来回一天就可以了 苏兰这个链条真正变成一个穿速行为 我们以往的航天这种国际合作 只是人家哪一颗卫星到我们大陆 到国内进行发射 我们设想能不能利用长十一这种 悸动灵活这种保障要求很低的 这么一个东西上门服务了 看看我们这种海人发射的能力 把它长十一这种优势 那个更好的体现出来 我期望通过两三年的努力吧 能把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事情 主要地进行落实 我相信啊 就是随着我们航天技术的发展 用不了多少年 我觉得这个航天发射 可能就不是个新闻事件了 可能像个飞机起飞 火车到炸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了 我们有信心 不久的将来去实现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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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